大家好 我是小崔 又来卢浮宫了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几幅重要的米开朗基罗的雕塑 米开朗基罗在卢浮宫里最著名的两块雕塑 就是我背后的锤子的奴隶 他是1513年到1515年这段时间 今天为了给教皇的墓地做门柱而用的 但是后来没用 那么就把它变成雕塑放在这 而这两块是基本完成的 没有完工 还有四块只雕了一个大概 现在在意大利在梅迪奇 那么这两块是未完成 但是基本完成了 吹死的奴隶 首先我们从这幅讲起 这两块雕塑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时刻 那么米开朗基罗一生 都在跟教皇周旋 在教皇身上赚钱 同时他也一直跟那些石匠 跟劳动人民 跟彩制厂的工人在打交道 在叼这个奴隶的时候 他所有的观察都用上了 我们看这幅是垂死的奴隶 首先我们看他的肌肉状态 这个肌肉状态 背部肌肉 前臂 大臂 以及肋肩肌 以及腿 所有这个肌肉类型形式 这不是健身出来的 这不是运动出来的 这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肌肉状态 这是长期从事单一重体力劳动 产生的这种像板结了一样的肌肉 在一个方向上一直用力 在一个方向上一直用力 产生的这种板结了的肌肉状态 接下来 我们看 这个奴隶整个的身形是什么样 他在背着一块东西 向上 使着最后一点力气 向上 努力的抬一块东西 然后呢 你们看 之前我在讲德拉克罗瓦的时候 我说过 劳动人民 在驮重东西的时候 他脚不是向前伸直的 不是摆姿势的 而是要蹬住向上走 蹬住向上走 明白这意思了吧 他不是一条直线 是要往上挫开一点 往上走 米开朗基罗也是这样表现的 从米开朗基罗的时候 雕这块雕塑就是这么表现的 接下来 我们看 怎么样能证明 因为他身上没有雕其他东西 怎么样能证明 他在背一个东西 向上 我们看 首先 就是 他的整个 身体的形态 再加上 我们看 往前一点 能看到 身上背东西用的皮带子 深深的 嵌在他 板结了的 僵硬的 大臂上 嵌进了肉里 嵌进了他 板结的 非常僵硬的肌肉里 说明他背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重 接着我们到这个侧面来 我们看 他胸前 整个肌肉 全是紧张的 他整个身上的肌肉 全部都是非常紧张的状态 胸前 胸大肌 腹肌 内肩肌 他没有六块腹肌 也没有八块腹肌 真正的这种 劳动的人 很少能把自己的肌肉 练得像 那么好看 直五线Club France City World